歡迎收看10月28日的百革大事記 晚上好 我是家旋 教育部將在10月29日至11月3日期間推動巴勒斯坦團結州 結果還沒正式開炮 就已經掀起驚濤巨浪 前幾天網路上就流傳一則視頻 顯示某間學校的學生收持玩具槍 進行聲援巴勒斯坦的活動 引起網民議論紛紛 而教育部長法利納已經做出澄清 指影片中的活動不是在巴勒斯坦團結州內舉行 也沒有遵守教育部設下的指南 法利納今天出席活動時就承諾 州教育局將會展開全面調查 等報告出來之後 就會採取後續行動 同時 她也促請所有參與巴勒斯坦團結州的學校 遵守教育部所設下的指南 否則將會被對付 目前 我們除了看到有被政府組織強烈反對這項活動 希望成員黨也有抗議聲浪 其中 行動黨就希望教育部重新檢討有關決定 公正黨這邊則是有12名華裔國州議員 連署要求教育部直接取消 以確保學生們不會被趁機灌輸 任何仇恨情緒或暴力行為 這12名議員包括物邊區股會議員陳嘉信 巴達林在野區股會議員李建聰 美里區股會議員趙俊文等人 他們以致認為 教育部把國際政治衝突帶入校園的做法有欠考量 這是因為 儘管教育部旨在推崇和平和普世價值的理念 但黨局無法確保屬下的公務人員以及教職人員 能夠在不散播仇恨的前提下達到教育部所期望的成效 畢竟 教職人員沒有相關的情勢訓練 也未必有解讀國際衝突的能力 如此一來 只會製造更多問題 另一方面 前首相兼國盟主席穆尤丁激怒發文告 聲討以色列的同時 也促大馬必須更加積極主動的制定行動 來阻止以色列的暴行 他強調 大馬必須動員所有外交力量 透過聯合國 不結盟運動和金磚國家等其他多邊機構 齊齊向美國施壓 以阻止以色列的大屠殺 他說 對於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 大馬的決心一直是外交政策的支柱 然的 首相安華卻拒絕在國際層面動員外交努力 來制止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滅絕 這不僅令人感到難過 而且很可恥 另外 對於安華聲稱 自己受到超級大國的威脅 慕尤丁就直言 這顯示出安華的懦弱 並指如果真有此事 外交不必是通過該國大使館 提出強烈的抗議 柏里士一黨近日爆出了內鬥消息 讓土團黨柏州主席阿布巴卡擔心會不會動搖到柏州政權 雖然 柏里士州大臣莫哈默‧蘇克里已經否認一黨出現內鬥 但阿布巴卡接受前鋒報訪問時 就呼籲柏州一黨不要掩蓋內鬥問題 否則只會變得更加嚴重 也是柏州國盟部主席的阿布巴卡就指 揭開內鬥為的是要解決問題 而不是要推翻國盟或一黨在柏州的政權 所以他就要求一黨和國盟中央最高領導層到柏里士一趟 儘快地解決問題 鞏固國盟的地位 不過 在這個時候 巫通最高理事不愛卻開始爆料 指柏州一黨的內部分歧 實際上與州內群力分配的國盟內鬥有關 他甚至懷疑 本齊的源頭可能是因為一黨任命前首相馬哈迪 擔任四周非官方顧問 而非委任穆有丁 會做出這樣的推測 是因為一黨熟理主席端伊布拉辛 上週在黨代表大會揚言 將重返執政中央 在不外看來 端伊布拉辛這一番言論的背後 恒大可能是在喊話威脅土團黨 讓他們不要在國盟內摆著老大的姿態 無論如何 他在接受自由今日大麻訪問時直言 一黨想要入主不成 當政府或許是一場白日夢 除非他們選擇加入團結政府 另一邊詳 行動黨前雪州行政議員鄧彰琴 日前做客百格大家講時則回應 一黨說要執政中央 只是一種保溫作用 以讓支持者的熱情可以延續至第16屆全國大選 換個焦點 兩名本地男子竟然在太歲頭上動土 在網上大放厥詞 出言恐嚇威脅首相安華 以及全國副總警長阿玉漢 結果雙雙被警方逮捕歸案 全國警察刑事罪案調查部總監蘇海裡證實 警方在昨天分別在雪州萬里新鎮 以及濱城大山小地區逮捕這兩名 年齡分別為51歲 以及27歲的嫌犯 他們抵觸刑事法典第50期之匿名刑事恐嚇條文 以及1998年通訊與多媒體法令第233條文 案件將交由吳基阿曼刑事調查部 監控及法律組D5進行調查 截著帶你快速瀏覽其他新聞內容 為配合全國公共廁所衛生運動的倡議 地方政府發展部長尼可敏推出了年度最佳廁所獎 並將在下週一10月30日晚上8點 在吉隆坡武吉加拉公共服務高厄夫志樂部 舉行一場盛大的頒獎典禮 只要有提供公測的私人領域 像是酒店、購物中心、休息站、加油站和餐廳都可以參加 獲獎者可以拿到1萬令吉現金獎、獎杯和證書 儒佛蘇丹伊布拉辛陛下即將於明年2024年1月31日 接任第17任國家元首 而這也是相隔39年後 再輪到儒佛蘇丹出任國家元首 對於網上滿滿的祝福 陛下今天特地通過臉書發文 向儒佛子民和全國各地的民眾道謝 如果你還想深入了解哪些新聞內容 歡迎留言或私信的我們 也記得追蹤訂閱百格 我們下回見 Todd 多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